衛福部食肖署今天举行署长交接仪式 原任署长吴秀梅正式卸任 只是这个人事异动相当突然 从公布到卸任不过三天 外传吴秀梅被撤换的原因 除了食安跟缺药问题 还因为再生医疗法 曾经跟衛福部长邱太元闹不和 对此不仅邱太元他驳斥传闻 政务委员前衛福部长陈时中 也替爱将还家 再用子虚乌有四字 驳斥派系斗争传闻 只是食药署署长 称换消息实在来得突然 上周邱太元明明才刚否认 陆基吴秀梅仍旧火速交接下台 两人不和心结 再附上台面 人事的更换 那都是按照人生的规划 以及我们都造型更多国家 更好的人才来帮忙 国家做事情 更有冲劲的人 连你来投入 我们都很欢迎 强调人是一栋 尊重武前署长 但这一句话 欢迎更有冲劲的人 似乎也透露玄机 笔记就连 药室工会全联会都爆料 邱太元和吴秀梅 曾以为再生医疗法 有过冲突 当然有一些观念不尽相同 那都是要沟通 这不能算是斗争 那大家沟通过后 那就是继续往前走 任内爱将突然卸任 陈时中也帮忙 澄清缓夹 跟说中话 要求别用 八关二字 不能用八关这两个字 那秀梅在食药署里面 辛苦的工作了将近八年 应该有差不多八年的时间 我想是尽忠职守 只是署长交接一事 原地一号上午公开举行 每小前一天 却临时改为不公开 人生意读真相 依旧扑说迷离 恐怕只有本人最清楚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